接下来我们把焦点转向这次在街头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他们的年龄层而且越来越往下延伸 特别是连高中生都开始走上了街头 甚至在学校开学之后还发起了各种的行动 在上回的所谓的战争运动当中 曾经有媒体事后统计 当时似乎参与的人群当中超过四成都是29岁以下的年轻人 在世界各国很多的抗争过去历史当中 其实青年人一向是主力部队 不过这一回我们看到在香港的街头运动当中 这几个月下来所看到的年轻人 似乎他们的年龄层更往下延伸 所占的比例也更高 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香港政府其实很强调年轻人的爱国教育 但这次看到年轻人他们的呼声 似乎在这个教育跟现实生活环境的考验 以及给年轻人未来的生活愿景之间 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我们来听听年轻人的声音 也看看这些年轻的高中生 他们究竟担忧些什么 穿上整个暑假没穿的校服 9月2日香港的中学开学了 以往和同学的嬉闹声 却被一句句喊了整个夏天的口号给取代 这是230间中学学生给自己的开学典秘 拿着罢课不罢学的文宣 学生不是不进教室 而是在第一堂课前用短短几分钟时间 在学校周围精进牵起身边手足 常常人恋不同学校彼此串联 恰好遇上女校学生接起隔壁校的男同学 拉近一看才发现 害羞的两个人其实是千起一支笔 照片在网络疯传 有人为他们青涩的纯真微笑 也有人因他们早受的抗争而感叹 其中响应巴克的四切笔学生 更齐聚中学生罢课集会 他们说从开学起 每个礼拜一一周一罢行动 只是说明他们没有未来又何必上课 虽然我只有14岁 但是我见到很多人都为这件事牺牲 我自己都开始很害怕 很害怕这个社会变了质 有人说2014年战略运动 引爆香港年轻人大规模政治觉醒 当初29岁以下的示威者占了44% 这回年龄大幅下探 6月几场活动里 最高出现过近六成 都是不到22岁的民众 其中更不乏12到17岁的中学生 他们面临香港升学考的高压和宅门 发现身为中产阶级的爸妈 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生于乱世的感觉袭来 走上街头几乎成了乳肠 外媒就近距离记录下几位中学示威者的生活 故事从Kent开始说起 他的暑假周间打工 周末就化身示威者 采访这天他恰好收到一大堆包裹 引起记者好奇 拼命打工赚钱 不买新潮球鞋 这些包裹全是上街时的护具 这些包裹 这些包裹 以防御警察的防御 他说爸爸发现弟弟上街示威时 祭出家法伺候 把他吓傻了 一切只能偷偷进行 我永远让父亲知道 他认为你去哪里 工作 这个周末的街头又开始酝酿烟消 上街前Kent带着记者 走进一处未曾曝光的秘密基地 大家都知道哪些地方 但是我们必须保持秘密 中学生们利用饭店房间 当作战略基地 做行钱组织 与最后的秘密 走到出了一条街 就不要觉得没狗 没警察 很安全 不像Kent是勇武派示威者 这群学生主要负责前线急救 他们诊装准备出发时 开始喊记者闲聊 你知道什么是GTA吗? 你喜欢GTA这么多吗? 你喜欢GTA的照片 哦 对 现在在HongHong 他会有真正的GTA 真正的GTA 这个夏天如果没有反送中 他们多的是时间 能玩上无数次电玩 你会有个社会的性格 然后你会在街上 做什么你应该做 然后之后 你会去家里 遮盖所有装备 然后再回到工作 这些稚气令人心疼 却撑起反送中一股纯真力量 这时上街的时候到了 这可能会有趣 为什么你说会有趣 中学生把熟悉的电玩 和网络里的次文化 带到抗争现场 发展出独特的 我们都要去确保前面 现在的手足安全 他们把所有反送中伙伴 叫手足 是香港网络里成员的代称 网络的联系则以巴达 斯达或巴斯达互称 这些词汇和文化 成为学生最熟悉的语言 与情感连结 这天抗争和平落幕 记者捕捉到Kent 带着满满的血量回家 但他说这天没能打怪 有些不习惯 我把所有的装备都拿掉 我应该把所有的装备都拿掉 但愿荣光终能回归 照应在这些孩子身上 毕竟连他们都愿拿出 无价的志气与纯真 交换香港的未来 那么他们眼中的大人 香港与北京当权者 又是否愿意给他们一个 真正自由与民众的香港